我结婚六年的老婆不让我碰她 我实在忍不住了 打算霸王硬上弓 结果她却说要跟我离婚 我没有一丁点意外 只是平静地坐下 笑着二郎腿倾笑一声我同意 我知道你迟早会说这句话 陆星仪本以为我会挣扎一番 又或者死缠烂打 但没想到我居然如此冷静 反而让她心中不安起来 你有没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我淡淡道 我要知道离婚真正的原因 陆星仪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道 我马上就要被帝都娱乐签约了 现在和你离婚是正常离婚 以后和你离婚就是黑亮 我点了点头 明白了你要成大明星了 我这个丈夫配不上你了 我在心底无奈地笑了一下 前世我本就是巨星 自然明白被娱乐公司签约只是开始 而不是结束 可是我并没有提醒陆星仪 反而是走进了卧室 找到了一件200元左右的蓝色西装 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买的最贵的一件 接着走出卧室将入户门拉开 当当一生便离开了这个家 我正徒步走向自己的工作单位业余酒吧 说起业余酒吧 可是各大娱乐公司常住点 星探经纪人经常在这里搞团建活动 比如陆星仪口中即将签约他的帝都娱乐 也经常在这里 我走进业余酒吧后 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马上就是我接班的时间了 我点燃一根香烟 灰色的气体从口中呼出 现在的我不再想做那个女人背后的男人 不值得 现在我只想改变这一切 可是就算自己带着蓝星的记忆 但身主的嗓音肢体协调能力 这些天生的条件很一般 法科我大骂一声 将烟头丢进了烟灰缸 就在这时 我的耳边传来一道机械的声音 系统绑定成功 当他人受到赞扬时 宿主可获取他人优点 唱得真好 正当我不理解的时候 周围有人对台上的助场歌手 夸赞了一声 我的耳边飘来系统声音潜力值加21 嗓音加2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获取他人优点 这歌手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同事方圆 我环视了四周 由于方圆的歌声婉转动听 台下的人纷纷夸赞 其中一戴着眼镜的男子夸赞道 这个歌手可以啊 以前我们企鹅娱乐怎么就没有发现 本会问他要一下联系方式 我认得他 他是企鹅娱乐的高管 企鹅娱乐是西市最大的经济公司 而即将签约录心仪的帝都娱乐 排名第二 这时候另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子走过来 你们企鹅娱乐还是放弃吧 我们帝都娱乐快和他谈好了 这歌手不仅唱歌好听跳舞也不错 这人我也认得 都是常客了 帝都娱乐的高管 一曲唱完 台下掌声如雷鸣般响起 众人纷纷赞叹 我的耳边不断响起 加钱力直加嗓音的声音 我试一下 现在的嗓音还真的提高了不少 心中兴奋 这时方远对着众人聚了一躬 下台走到了我身边 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不给你家老婆做饭了 我淡淡的笑了一下 没有回答 怎么样 我的水平是不是又提高了一些 方远一脸求夸赞的表情问了 我点了点头 是很不错 远哥要不咱们合唱一首 方远摆摆手 步了步了 以后我就不和你们在一起了 我已经和帝都娱乐那边 谈好签约条件 以后的我就是艺人了 不过你吗 方远拍了拍我的肩膀 还是多练练吧 说不定在你四五十岁的时候 还是有机会的 说吧之后大笑离去 我冷笑一声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该我接班了 我走到了台上 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的高度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把这首无名之辈 献给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 同时在今后 我将投身于我的梦想 我知道台下 有很多娱乐公司的人 希望你们能看到我的闪光 在这个酒吧 追逐梦想的人多了去 所以众人都对我不以为远 再加上华国是平行世界 并没有这首无名之辈 所以大家只当是 不出名的歌曲 没有人在意 我手指轻轻拨弄了一下 吉他的琴弦 轻轻嗓音 这首歌是以平淡开头 高潮部分才是燃道爆炸 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众人关注 这时候帝都娱乐的黑衣男 对企鹅娱乐的眼镜男 把去道 要不你们要了这个歌手吧 虽然也还说得过去 眼镜男回答道 不 我们只要方圆 要不咱们就宫廷竞争 显然这时候的娱乐公司 只顾着抢人 并未注意到我的歌声 可是方圆却注意到了我 他在台下难难道 这小子的嗓音怎么变好听了 终于来到了歌曲的高潮 忽然我停顿了一秒 接着放开了 声音饱含着感情 霓虹灯交错闪烁 白色的聚光灯 打在我的上半身 简直是我内心深处的呐喊 也许我永远都成不了陆星亿的光辉 也就在这个时候 方圆嘴巴一下长大 因为在他的记忆中 我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甜口 同时也是唱歌很一般的歌手 可是现在 他根本不敢相信 这是曾经的那个人 台下的人们也纷纷抬头互相讨论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之前怎么没有听过 我拨弄吉他琴继续唱 所有的光包括众人的目光 全部交织在我的身上 现在的我在台上显得光芒万丈 无名之辈我是谁 忘了谁也无所谓 继续追谁的光荣 不是伴着眼泪 也许很累一身狼狈 也许卑微一身无为 谁生来不都是一样 尽管叫我无名之辈 这时方远朝着舞台走去 接着他又擦了擦眼睛 没看错呀 这就是刘逸啊 这小子话成灰我都认识 台下响起了无数的讨论声 这人以前就在酒吧吗 我怎么没有注意到 叶宇竟然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这首歌简直太然了太有感觉了 企鹅娱乐的高管这时候 对帝都娱乐的高管说道 方远你们已经抢了 这个人就不要抢了 帝都娱乐立马道 不 我们不要方远了 这个人给我们 只要你们不抢他 不管他愿不愿意来我们帝都娱乐 方远我都不和你们抢了 企鹅娱乐的人直接抱了粗口 去你大爷的 这人我们的 没得商量 企鹅娱乐的高管懒得争辩 直接拿起电话 派一个经纪人过来 发现一个超有潜力的歌手 而帝都娱乐的高管 也立刻拿起了电话 派两个经纪人过来 这个超有潜力的歌手 我们签订了 趣味比微博却开始发掉 一篇名为某酒吧 驻场歌手燃爆全场的帖子 在微博迅速传播 只是短短几分钟时间 这条铁子的热度已经问底 我缓步走下台 而方远却用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他根本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生活一塌糊涂的男人 眼前这个曾经被自己看不起的歌手 竟然能够燃爆全场 引得无数人欢呼 如果刚才答应和我合唱一首 哪怕是给我当伴奏都值得呀 下台后的我面对着人群的簇拥 仿佛找到了在蓝星时候的感觉 我对着眼前欢呼的人群招了招手 随着人群的簇拥 我也明白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我了 之前的那个我已经不在了 从此之后 我将是崭新的自己 二十分钟后 业余酒吧的老板获得消息后 立马赶来了酒吧 并且安排娱乐公司的经纪人 去我的办公室 由于人数众多 所以每一个娱乐公司 只能安排一个经纪人进入办公室 此时办公室内我扫了一眼 差不多有七位 而这七位各个都是大美女 尤其是企鹅娱乐和帝都娱乐 我心中暗想 没想到在陆星一的世界之外 竟还有这么多美女 以前自己还跪舔他 结果却是这个结果 何必呢天涯何处无芳草 他又不是你的宝 其实面对这些经纪公司 我想签约的公司只有一个 那就是企鹅娱乐 不是因为经纪人最漂亮 而是因为企鹅娱乐 是西市最大的经纪公司 在地位上略压帝都娱乐一点 再者企鹅娱乐的人才中毒 我能获得更多别人的优点 但是既然来了这么多经纪公司 条件自然要拔高的 于是我伸长脖子 张望围着我的七位美女 大家排一下队一个一个来 我要不好站的时间不能太长 麻烦各大娱乐公司 把你们条件写在纸条上 然后交给我 皇族娱乐的经纪人 第一个喜欢交给了我 我看着纸条 一人分成55% 按照正常来说 经纪公司才是拿大头 可是现在竟然反了过来 我吞了吞口水 压制住了内心的喜悦 故意皱眉你还当我是以前的流逸呢 才55%就想签约我 你在想桃子 下一位 后面的几大经纪公司 看见皇族的出价 脸上写满了惊讶 瞬间长大了口 只见他们低头用笔 将原来写的一人分成滑去 然后沙沙沙地重新写 一路涨到了60% 这简直是天价 我看着纸条按道 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值钱 可是我脸上并没有表现出喜悦 看了许久后 我开口说到这样 帝都娱乐企鹅娱乐留下 剩下的经纪公司给我留张名片 就可以走了 众人离开后 我又对帝都娱乐的陈建夏问道 你们帝都娱乐的条件呢 陈建夏奄然一笑 他的大眼睛眨了眨 抓着我的胳膊晃了晃 接着嘴巴轻轻靠近我的耳朵 小哥哥 晚上11点多没人的时候 我们私聊 绝不会比企鹅娱乐的低的 说罢之后又对我眨了一下眼睛 条件呢 你几眉弄眼半天说了个寂寞 但是这并不妨碍 我提高企鹅娱乐给我的条件 于是我轻可两声 看向企鹅娱乐的宋青晨 你们企鹅娱乐的条件呢 宋青晨见我脸上喜悦的表情 想着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帝都娱乐 一定开出了天价 他将粉色西装上衣一脱 甩在旁边沙发上 粉色西装内是白色的衬衣 短裙提得很高 显得双腿修长品质 他一甩眼前的发丝 不就是抢个艺人吗 老娘豁出去了 干就完了 宋青晨开口道 留意我们企鹅娱乐 出62%的提点给艺人 文言我止不住孤独一声 口水吞进肚中 我双手举在胸前62%就62% 你脱上衣干嘛 先说好我不接受前规律 沉剑下见企鹅娱乐 给出如此高的提点 咬了宋青晨一眼62.5% 而宋青晨也立马 围积到63% 看着他们一直竞争 我心里越来越欣喜 我的期望价位是65% 只要能涨到65% 我就可以收手 再加上企鹅娱乐的资源 想不活都难 最终宋青晨一咬牙70% 文言我立马转身无脸偷笑一下 又立刻转了过来 装作一副正经的样子 对着下沉剑下憋笑到70%了 小妹妹你还要加吗 沉剑下咬了咬嘴唇 瞪的宋青晨 姐姐你真狠 宋青晨咬牙切齿老娘不狠一点 怎么当你的姐姐 看着眼前的宋青晨和陈剑下 我仿佛忽然觉得这才是人生 以前只想着陆心仪 简直太小了 格局太小了 于是我开口说到好 企业娱乐就企鹅娱乐 但是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 我已经答应了企鹅娱乐 陈剑下自然心有不甘 于是我尚未开口 陈剑下便已经开口 卡兹兰大眼睛一眨一眨的 小哥哥我们也能出70%的一人体点 并且你想要的条件 我们帝都娱乐都答应了 我微微一笑 嘴巴轻轻靠近陈剑下的耳边 小妹妹我知道你想要 可是你还太小 估计大学刚毕业吧 等过几年 你和这个小姐姐一样大的时候 咱们再谈合作 我说话的气息飘荡在陈剑下的耳边 而陈剑下只觉得耳朵痒痒的 她想要往后挪动 可是身体却不听使唤 只觉得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 小生问道为什么 难道我们帝都娱乐不如他们 我指了指宋清晨的妖鬼 你没有这位姐姐的小提袋 说吧 陈剑下忽然脸色一沉 嘴巴一绝 哼了一声便摔门而出 独自留下了宋清晨那古怪的表情 你们在说什么 我一脸正惊地摇了摇头 我们什么都没有说 宋清晨转身坐在了沙发上 说一下你刚才所说的条件吧 我也不磨叽直接开口道 第一个条件 如果我去了你们企鹅娱乐 业余酒吧这边需要离职 我需要三天时间处理这边的事情 看得出来 宋清晨是一位优秀的经纪人 口说无凭 只有签订了合同 才算是企鹅娱乐真正拥有了这个议员 我点了点头 没问题我还有另一个条件 现在我需要预知一部分费用 想必我的一些事情 你们企鹅娱乐的心态也已经扒出了 那我也不管弯抹角了 我明天就要离婚了 近身出户 所以我需要前维持我现在的生活 宋经纪人 你可以考虑一下 宋清晨放松地笑了一下 不用考虑了 一点生活费而已 我们可以答应 企鹅娱乐本就是财大气粗 自然不会将区区的生活费放在心上 真的不用考虑了 或者也不用和你们领导商量一下 宋清晨继续道 不用 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主的 那好卡号我发明 明天一百万就转过来吧 听到这宋清晨原本喜悦的脸色忽然一沉 眉头清明满脸一问双眼逼是种 你说什么 一百万 一百万叫生活费 你确定没有多说两个人 我继续说道 还有一百万的签约费 顺便一起转过来 二百万按照我现在在业余酒吧的工夫 我至少要打二十三年工 虽然我也不知道宋清晨会不会答应 但是我不得不要 因为我也是人 我也要生活 同时我也明白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 宋清晨瞬间一愣 二百万 刘亦你不是疯了吧 我解释到其中一百万只是预知而已 我会还的 相当于你们只是出了一百万而已 一张口就是二百万 这不是二百块 恕我难以答应 文言我屁股在沙发上挪了一下 身体轻微靠向宋清晨这边 你可以这么想 我的生活品质高了 才没有压力 我没有压力 才能给你们公司带来更好的作品 宋经纪人 你也可以这么想 如果你和我谈事情晚了 是不是也能住在我家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享受的 宋清晨自然不是傻子 他怎么不明白 这只是我想要前所说的托词罢了 他摇了摇头 这个条件我难以批 第一我们只会给很出名的艺人签约费 第二 我摆了白手 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 我只想知道结果 不同意识吧没关系 接着我故意拿起了手机 手指在屏幕上啪哒啪哒的脸动 十几秒后贴在耳边 小妹妹 你们帝都娱乐不是想签约我吗 我答应了 但是我需要一百万签约费 还有一百万的生活费预知 宋清晨咬着嘴唇看着我 他的嘴唇都快咬破了 做了多年经纪人的他 自然不会上榜 此时他心中暗响 一个刚刚出道 不 还没有出道的艺人 还想诈老娘 如果你给陈建夏现在把电话打通了 老娘和你信 我的余光瞟了宋清晨一眼 见对方无动于衷 于是我停顿了约莫七八秒 忽然脸上大喜对着电话道 好好好 合同什么时候可以签 我在之前的蓝星本就是巨星 演戏方面算得上是一把好手 因此这时候的表情装得迹象 宋清晨再也忍不住了 着急的连说了两遍我答应你了 又一把抢过我的手机一看 竟然没有任何通话记录 宋清晨咬着牙按下 好你的留意 老娘竟然被你爽了 接着说到这样我需要和领导商量一下 说吧宋清晨便走出了办公室 三分钟后又回来了 礼貌地对着我干笑一下 继续坐在了刚才的沙发上 签约费我们可以给 但是预知吗 预知我们就不给你预知了 二百万全部都是签约费 我心头大喜 如果宋清晨不在身边 我一定会开心地跳起来 然后转念一想便感觉到哪里不对劲 于是问到这二百万不好拿吧 宋清晨啪的一声打了一个响指 聪明 他本可以一口回绝 可是刚刚却又入了我的套 答应给我二百万 经过他和企鹅娱乐高管的商量 一致决定开出条件 让我知难而退 我自然也知道 对方如果能够答应自己 条件绝不会简单 宋清晨提起食指数在空中首先 第一个条件 我这边有一个艺人 他叫去书役 我点点头 我听说过这人 虽然不至于大红大紫 但也小有名气 尤其是嗓音 那是极好的 可是他和你的条件有什么关系 宋清晨并没有回答 反而补充到关键是人长得漂亮 文言我一脸坏小 相比之下 我还是想选择宋经纪人 你比他更漂亮 宋清晨的脸刷的一下 从额头红到了脖子上 又从脖子红到了脚边 虽然宋清晨的颜值很高 可是由于他外表刚强 因此大多数男生都不敢接近 更别说了他 而我的这句话 让他的小心脏扑通跳动 不一会他心头又暗响 好你的流意感调戏老娘 宋清晨满脸通红的白了我一眼 又问到你认为他的歌声怎么样 我拖着下巴沉思片刻 两久之后说出了一句话 毫无感情 宋清晨瞬间打量了我一番 你一个酒吧助唱歌手 你说人家职业歌手 唱歌毫无感情 我解释到一个高冷的人 感情总是不容易外露的 曲淑义就是这种人 当然他唱歌除了没有感情 其他方面都非常优秀 宋清晨心中大惊 实际上我所说的真是他苦恼的 捧了两年了 曲淑义还是不温不火 正是这个原因 可是宋清晨这两年都没有解决的方案 也许正如我所说的 这个女人很高冷 她似乎对谁都是没有感情的 友情也好 爱情也罢 她忽然感觉 我的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力量 只是没有发挥出来而已 于是继续问道 那你认为一个歌手应该怎么样唱歌 才会有感情呢 我笑了笑 只回答了四个字人格一体 无论是谁 想要唱好一首歌 不仅仅依靠的是技巧嗓音 更重要的便是感情 如果曲子和歌词 没有能够触动到歌手 歌手就无法与歌曲产生共鸣 自然无法产生感情 宋清晨心中大喜 一拍桌子 第一个条件 就是让你为他写一首歌 并且能够触动他 我暗想给曲淑义写一首歌 并且还要触动他 还不如让自己去融化冰川朵 那也总比触动他容易 要知道 如果有什么歌曲 能够触动到曲淑义 并且让他有感情的演唱 名气也自然不会是现在的名气 当然至于版权问题 宋清晨补充道 至于这首歌的版权 是完全属于公司的 也就是说 这首歌以后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宋清晨心想 现在你总要支那而退 不问我要二百万了吧 我沉思片刻 本不想答应 又摸了一下口袋脸色微变 因为这口袋就如同新裤子一般 身无分文 好吧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宋清晨嘴角一笑 第二个条件 你需要在进入公司的一个月内 发布一张专辑 专辑歌曲数量不少于十首 我双手一抹脸 一个月十首歌 三天一首歌如果不是疯子 一定想不出来这等条件 可是这对于我来说不难 版权呢 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词曲都是你的 自然版权在于你 这个你放心 我们公司想有优先买断权就可以 舒服最起码版权在自己手上 看着我并没有觉得很为难 宋清晨又继续说 但是专辑中必须有一首歌 在发布日期一个月内 在三大音乐平台阅读播放 两排名前一版 听到这里我无奈摇了摇头 伤人重力 真的是重力 特么的这哪里是给我签约费 首先给曲舒逸写一首歌 并且能够触动它 按照曲舒逸的嗓音唱歌技巧 不火才怪 到时候版权又何止几百万 而且再加上进入公司 一个月之内发布一张专辑 这对于我来说也是天大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我有才华 嗓音呢 这就如同是要一个女人生孩子 没有男人 全部当作你的预知 宋清晨见我沉默不语 于是说道当然了 你也可以不选择接受这个条件 我们公司也会先给你两万元作为补助 记得明天打款 我留下这一句话后 起身开门离去 独自留下宋清晨 一个人面对着门口发呆 他根本没有想到 我的脸上竟然没有任何表情 这两个条件 对于任何一个刚刚签约的艺人来说 都是难于登天的 可是我的表情就如同毫不在乎一般 一日清晨 我回到了这个以后不属于我的家中 由于昨晚陆欣一睡得太晚 因此现在还上在梦乡中 当然离婚协议还放在茶几上 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决定 从茶几的抽屉中抽出一支笔 毫不犹豫地在两段河中上 签了自己的名字 也正在这时 卧室门被打开了 我看着离婚协议上陆欣一签名的字 铁画银沟刚进非凡 我几乎能够想到 这个女人当时想要离婚的样子 有多么绝情 也正在这个时候 陆欣一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 靠在卧室的门框上 自卧室居高临下地看着客厅的我 怎么你以为你一晚上没回来 我就不和你离婚了 我这时候将离婚协议书放在茶几上 背靠着沙发 你怕什么 我昨天晚上不是答应你了吗 离婚就离婚 但是有个事情我要说清楚 离婚了之后 谁特么都不许后悔 陆欣一冷笑一声 刘逸啊刘逸 你把你当成什么了 咱们两个人 谁后悔谁复婚谁就是孙子 接着白了我一眼 又食指弯曲反指自己 我马上就要被帝都娱乐签约了 我就快要出道 我会后悔 刘逸你在想屁事吧 说吧之后又炫耀了一番 你可知道那边给我的一人分成是多少 那边给了我40%的一人分成 我想笑却又别拙了 这40%对于我来说 简直就是小鸡站在老母鸡面前一样 更不要说我还有200万的签约费 再说了 帝都娱乐昨天晚上求着我签约 我可以看都看不上了 于是我说到作为你的丈夫 不应该是前夫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签约只是开始 距离出道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陆星一这时候有些不耐烦了 走到了我面前 别废话了你赶快签了 签了之后 咱们去明证局 这一切就结束了 我将离婚协议书提起 我已经签好了 而且我现在也已经叫了车就在楼下 现在就走 闻言陆星一有些出乎意料 因为他根本就不敢相信 我竟然比他还要着急离婚 来到明证局将离婚证拿到手 陆星一整个人忽然感觉到无比的喜悦 对着天空拿起离婚证亲吻了一下 以后我就是大明星了 我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愉悦 潇洒自由 我也看着天空 我刘逸以后也是大巨星了 陆星一止不住笑了一下看着我 你是不是被我甩了之后受刺激了 是我要成明星 哪里是你 我双手一摊眉头轻盈 一副很肯定的样子 我没有说错呀 你成为大明星 我成为巨星 这有冲突吗 刘逸我知道我和你离婚 你心里一定会很不舒服 但是作为前妻 我也提醒你一下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我摆了摆手 一副欢颜的样子 不不不你错了 我很舒服 你说这句话就有点牢孔却开评了 我刘逸是喜欢你 不过那是之前的刘逸 不是现在的刘逸 更不会是未来的刘逸 再说了全天下又不止你一个女人 无论是沉剑下的可爱 又或者是宋卿尘的气质 陆星一相比之下 都是犹如青铜面对钻石 高曲面对浩瀚大海 失去一个不忠贞陆星一 我有什么好难过的 陆星一继续道 死鸭子嘴硬吧 活着的鸭子嘴也不一定是软的 话音刚落 我将无名指的结婚戒指取下 随手一扔 然后转身被对着陆星一摆了白手 走了 转眼三天时间结束 我辞去了业余酒吧的工作 老板没有为难我 想着未来 如果我能在他们酒吧高歌一曲 哪怕是一曲 那也足够他吹嘘半辈子 在这期间经纪人宋卿尘 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目的没有别的 就是忙新房子的事情 就是新车子的事情 早已经把这件事情抛在了脑后 因此没有写一句歌词 更别说一个音符 不过我心想 要写出与曲树裔产生共鸣的曲目 那就要了解曲树裔的经历 曾经的蓝星经典歌曲无数 从中挑选出几首符合他经历的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不着急 清晨我距离企鹅娱乐办公楼 还有一百多米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长发女生 大蓝色的西装 下身是一件深蓝色的白褶裙 整个人显得高挑而有气质 远远望去 犹如清晨般美好 我一愣按道一句不好 这几天忙忘了 答应给宋清晨的歌曲还没写完 我将压舌帽压低 低头快步往前行走 尽量避免脚下发出太大的声音 本想悄悄溜进办公楼 可是就在刚刚 走到企鹅娱乐办公大楼门口的时候 我的帽子居然掉了 再转头望去 已经在宋清晨的手中 宋清晨眯着眼黑黑一笑 留意歌曲写完了吧 我干笑了一声 还没有来得及 宋清晨继续笑着 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之前邪恶的笑 这时候他双手插腰脑袋一歪 也不是我说你 你这几天在家都干嘛 这么久了一首歌都没有出来 文言我反问道 你不是说给我三天休息的时间吗 难道我还不能休息了 996啊 何况我又不是打工人 宋清晨微微低头 轻轻地摇了摇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你是一个新人 你要知道 一个新艺人刚刚签约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资源我脱口而出 你没有好的作品拿出来 我怎么给你争取资源 屈书一今天要回公司录制歌曲 你到了现在 连歌都没有写出来 后面的话宋清晨并未说完 但是我依然明了 我笑着拍了拍宋清晨柔软的肩膀 我弟大经纪人 我现在是没有写完 这不是忘记了吗 但是你只要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需要一个小时 我一定能写完 说后半句话的时候 我写得极为正经 我也明白 凭借着我的才华 一个小时如果抄写一首歌曲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宋清晨伸出十指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你能写完一首歌曲 你别忘了你三天前对我说的话 什么要让歌手唱出感情 词曲就要触动他 什么只要触动他了 他就能唱好 我正是宋清晨 是我说的没有错 我还没有写完 你又怎么知道 我写的词曲触动不了屈书一 宋清晨灭笑一声 我们企鹅娱乐 多少有名的作曲人作词人 都不敢打这种导仗 你倒是说的轻飘飘的 我姑且一试 你也让屈书一姑且一唱 宋清晨指着我 刘宇我告诉你 屈书一这次回公司 只有一天时间 明天他就要去寻回演出了 这不是你想要尝试就尝试的事情 因为今天事情搞砸了 你在见到他的时候 可就是下个月了 想想你的期限 一个月的时间 宋清晨自然不会相信 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写出一首歌曲 更不要说 这首歌还要与屈书一产生共鸣 文言我淡淡的说道 放心绝不会搞砸 我摸了摸肚皮 你让我给屈书一写歌 总要让我吃饭吧 宋清晨双眼逼试着我 恨不得将我抱揍一顿 心头暗想你还吃饭 这都到什么时候 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的顿道 可以没问题我请你 但是吃饭的时间 也算在这一个小时内 宋清晨抬手看了看手表 现在是九点 一个小时后是十点 到了那个时候 屈书一也应该到公司了 我点了点头 我已胸有成主 于是轻飘飘的说道没问题 压力不是很大 宋清晨轻轻点了点头 念旦笑意看着我 没错你的压力确实不大 毕竟我们企鹅娱乐的金牌作曲人 也已经做好了一首曲 到时候屈书一从里面选就是 我一听这话心头一礼 如果是屈书一选了 企鹅娱乐金牌作曲人的曲 那么我答应企鹅娱乐的条件 将永远无法完成 而且刚刚到账的 二百万签约费就要吐出来 可到了嘴边的肉 我怎么舍得吐出来 更何况这个肉已经下来了 这就像如果宋清晨 把自己送到我嘴边 我也不会松口一样 就是不知道宋清晨 什么时候把自己 我想着想着 不禁扑斥一声 宋清晨白了我一眼 拉着我的胳膊来到了员工餐厅 我边吃边问道 宋经纪人 这个屈书一一直都是这么高冷的吗 几十分钟后 屈书一就要到了 宋清晨哪有心思回答我的问题 宋清晨问道 刘亦你看起来似乎很冷静 现在居然还有闲工夫去关心别人了 你是来听故事的 还是来找灵感的 他又抬手看了下手表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二分钟 你还有四十八分钟的时间 文言我鼓着嘴说道 故事听完了 灵感也就找到了 实际上我很清楚 如果想要让屈书一唱歌有感情 就需要让他与歌曲发生共鸣 要想让他与歌曲发生共鸣 那么就要知道他的经历 我猜想屈书一这一辈子 最难以忘记的经历 也许正和他的高冷有关 我抬头看了一眼宋清晨说呀 宋清晨无奈 但是也没有办法 于是淡淡道 屈书一原本不是一个高冷人 这些话我也是道听途说 据说他曾经高三的时候 谈了一个男朋友 高考之后各奔东西 去了不同的城市 但是这段感情还在继续维持 一直维持了四年 就在他大学毕业那年 买好了机票 想要去男生的城市 给男生一个惊喜 可是当他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 他发现他喜欢的男生 竟然和别的女生牵着手 走在大学校园里 从此之后 他整个人的性格就变了 变得不喜欢与人交朋友怕被欺骗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他将所有的悲伤化为了动物 才有了现在的屈书一 我听完这段故事 左手拖着脑袋 长叹了一口气 这让我想起了 蓝星的《飘扬过海来看你》 这时候又看了看手表 你现在还有四十分钟的时间 我看着宋清晨右手勾了勾 给我一支笔 宋清晨将笔递给我后 我又抽出一张手指平摊在桌面上 然后开始书写 宋清晨饶有兴趣地走到我身后 他微微拱着腰 想看我是如何灵感爆棚呢 书写的不是很流畅 我抬手甩笔 就当抬手的一瞬间触到了宋清晨 宋清晨的脸刷得一下红了 于是我说道不好意思 贴得太紧了 又在手指上写了一个地 宋清晨的脸更红了 恨不得找个老鼠动钻进去 然后我在地的后面 又写了一个四分之四 解释到地大调四四拍 随后我写出了 飘扬过海来看你这几个字 紧接着又开始写歌词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飘扬过海的来看你 为了这次相聚 我连见面时的呼吸 都曾反复练习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 千万分之一 宋清晨眉头轻轻皱起 看着歌词难难 这首歌的歌词 好像和屈书役的故事 有那么一些相似 接着我继续写 陌生的城市啊 熟悉的角落里 也曾彼此安慰 也曾相拥叹息 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宋清晨脸上逐渐开始惊讶 我想当时的屈书役 也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吧 我没有回头继续书写 终于我舒展了一下手指 将歌曲递给了宋清晨 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画五线吧 你就用这个简谱好玩 宋清晨两只手 捧着这轻飘飘的卫生纸 似乎害怕掉在地上似的 而这个时候 我已经起身离去 背对着宋清晨摆了白手 我还不熟悉你们企鹅鱼了 我先去转转 宋清晨看着我远去的背影 两久两久 刘逸的年龄并不大 竟然能够做出如此曲目 宋清晨实在是想不通 更让他想不通的是 这一切就好像 我已经胸有成竹了一般 写完这首曲子之后 我又如同清风一般的离去 好像我能够做出 这首令人震惊的曲子 是理所应当的一般 此时我在宋清晨的内心形象 又增加了几分 可是曲书役觉得 这首曲子怎么样呢 想到这里 宋清晨的手机叮咚一声 他抬手看了看 是曲书役发来的 曲书役给宋清晨 只发了两个字 到了 连标点符号都没有 曲书役向来如此 能用两个字表达清楚 绝不会用三个字 宋清晨将那张手指 小心地折叠了起来 放入了钱包 又将钱包放入了单肩包中 这才来到录音室 进入录音室 宋清晨看见一位年龄 和他差不多大的女生 这女生戴了一副棕色的墨镜 白皙的脸庞毫无表情 身材苗条凹凸有致 这女生不是别人 正是曲书役 曲书役坐在椅子上 她的后方有一位戴眼镜的女生 短发圆脸 看起来富有艺术而又干练 这是她的助理 而曲书役的对面 坐着一位约莫三十四五的男子 身体微胖胡子拉叉 手中拿着一份曲谱 用为四指打印出的曲谱 这人便是企鹅娱乐的金牌 作曲人宁涛 宋清晨进门之后 满脸笑容 主动对曲书役打招呼 亲爱的你终于来了 可真的是想死我了 虽然曲书役小有名气 但绝不是大红大字 所以他仍然需要依靠 企鹅娱乐的资源 可是面对宋清晨如此热情的招呼 他也只是恩了一声 小曲 你这边先试唱一下 宁涛将手中曲谱递给了曲书役 说话之间饶有自信 宋清晨目光正是宁涛职业微笑道 宁老师先等等 还有其他事 宋清晨有些不好意思 那什么宁老师 可能您写的这首歌用不上了 什么意思 宋清晨没有回避直接说道 我这里有一份更好的曲子 宁涛不可思议的笑一下 不是你的意思是你要必搞 必我的搞 宁涛作为企鹅娱乐的金牌作曲 被必搞他说出去 恐怕别人都不相信 伤害不大侮辱性可是极强 宋清晨满脸笑意 扶着宁涛的胳膊 宁老师您先坐下 咱们坐下慢慢说 当时不是说好了吗 让舒逸从您写的歌中 和刘逸的歌中选一首 宁涛笑了一下无奈的摇摇头 小宋啊 不是您老师说你 刘逸只是一个心愿 能写出什么好曲子 而且昨天晚上 刘逸不是还没有写曲子吗 文言宋清晨连忙解释道 是这样的 他昨天的时候没有写 但是刚才的时候人家又写完了 宁涛指着宋清晨 小宋你可不要乱开玩笑 现在才试点 你说刘逸刚刚写完 你可知道写一首歌要多少时间 宁涛脸色不愿继续补充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能够在一个小时内 就写一首歌的 况且还是一个心愿 宋清晨回复到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也不会相信他 但是宁老师你说说 我目睹了刘逸写歌的整个过程 我能不信吗 宁涛看着宋清晨 就好像长辈担心晚辈上当受骗一般 小宋你是经纪人 你不懂音乐 你想一下一个心愿 花一个小时写出来的歌曲 不是敷衍你又是什么 宋清晨吃了一声 拉开单肩包的拉链 将钱包拿了出来 又从钱包中举出那张 折叠的整整齐齐的手指 宁老师您说的对 我也不太懂音乐 我想的您不是在这里 您比较懂音乐 所以您帮我鉴定一下吧 他转身将那手指 小心翼翼地展开 宁涛指着手指 呼吃一笑 小宋这就是刘逸做的曲子 别说是他了 就算换一个不懂音乐的人 也是绝不会相信 在手指上能有什么大作 这时候宋清晨弯腰 将展开的曲谱 呈现在宁涛的眼前 宁涛坐在椅子上 猎笑后扫了一眼 忽然他的笑容逐渐消失 又稍仔细地看了 看他手指上 飘扬过海来看你 心想还不错 宁涛又看了一小半的 曲调歌词 他摸了摸胡子 眉头轻轻皱起 当整篇稿子看完的时候 他的双眼突然放光 格外清澈 整个人疼得一下 从椅子上站起来 极为激动 手指微微发抖地 指着这张曲谱 小小宋你确定 这是刘逸所做 宋清晨震惊道 刘逸做出如此美妙的歌曲 这个世界上有几人了 他正正地望着宋清晨 脚步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几 两久之后他才缓过神 宁老师您还没有给我鼓汗呢 刘逸做的这首曲子怎么样 是在敷衍我吗 宋清晨问道 宁涛这时候走上前 双手恭敬地接过这张手指 大作呀大作 不 如果说是天作也不为我 这个刘逸真他奶奶的是个天才 宋清晨又问道 那您所做的这篇曲谱 与刘逸所做相比之下如何 宁涛叹了口气 自愧不如啊 屈舒逸见宁涛如此激动 眉头清明 他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 走到了两人中间 歪着脑袋看向那张手指 当曲舒逸看见歌词第一句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雪 飘洋过海的来看你 他的心中立刻勾起了往事的回忆 为什么和自己的经历如此相似 往事一幕幕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他的这些经历就仿佛发生在昨天 继续往下看 为了这次相聚 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屈舒逸试着用简朴轻轻哼唱歌词 眼神之中泪花闪烁 屈舒逸的眼泪一滴落下 他本是一个高冷的人 本是一个不会将情绪外露的人 可是哼唱曲子体会歌词 他止不住的激动 屈舒逸身子微颤 接着他双手无脸眼里面哭泣 两酒两酒 宋清晨轻轻抚了抚屈舒逸的后背 亲爱的没事吧 如果这首歌让你这么激动 咱们不如就唱明老师的那首曲 屈舒逸颤抖的手立马一摆 我喜欢这首歌 非常喜欢 宁涛这时候对宋清晨道 小宋我可以渐渐留意吗 这个留意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去找找 说罢便转身出门 与此同时 我对企鹅娱乐办公楼的环境 也熟悉得差不多 逐渐我就溜达到录音室门口 我心想来企鹅娱乐一个月之内 还需要发一张专辑 可是现在的嗓音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虽然比起一般人是要超出 但是面对真正的歌手尚且兴趣 我暗想在录音室一定有优秀的歌手 不如去碰碰运气 别人被夸赞我也能获得系统加长 于是我手指弯曲准备扣门 突然门被打开 我与一胡子拉叉的男子四目相对 这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宁涛 此时宁涛手里拿着我写的曲谱 准确地说是写在卫生纸上的曲谱 他看着我先是一愣 又问到你是谁为什么在这 新来的随便转转 熟悉熟悉环境 我轻飘飘地回答 企鹅娱乐这么大的公司 每天签约的艺人很多 每天新来的工作人员更多 宁涛根本就不会在意 他也根本想不到眼前的这个流意 就是让他震惊地留意 做什么工作的 作曲的也是歌手 宁涛的目光打亮了我一遍 原来是艺人 宁涛责问道你知不知道 这地方不是一般人能进来的 我这时候有些甘打 毕竟是自己随便乱闯 不好意思我不太熟悉 所以误闯还请见谅 宁涛忽然摆了白手 显得很大肚的样子 没事没事 你来得正好 你去帮我把这张纸打成电子文档 然后打印出来 是在哪儿 说罢之后准备离去 宁涛喊了一声 安心来的 我转身到大哥 我真的有事 你就别让我干这个活了 你这个新来的摆什么 你可知道我是谁 说罢之后他投一昂 我是企鹅娱乐的金牌作曲人 想必你没来企鹅娱乐的时候 也听说过我 我就是宁涛 我无奈 对于宁涛我早有耳闻 我心想如果不摆脱面前这温室 恐怕也走不了了 无奈我只能接过这张手指 看着这张手指好生熟悉 手指轻轻打开 等笑一声一张曲谱而已 也就你能说出这句话 你可知道 这首曲子你十年你都写不出来 我知道了 宁老师我把这张手指打印出来就是了 宁涛指着手指再次吩咐 记住了打印完了之后 这张手指千万不能丢 这可是一个天台作曲加索 还有我怎么给你的 等会你就怎么还给我 千万不要弄脏了 我早已转身 背对着宁涛摆了白手之道 我拿着自己写的曲谱 找了一台电脑 啪哒啪哒的敲击键盘 由于第一次我给宋卿城的曲谱 比较简单 所以有些变化因连因 我并没有标记清楚 一来是因为仓促 二来是因为蓝星的歌曲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而就在刚刚 我在企鹅娱乐转了一圈 系统已经给我加成了 记忆力作曲能力 再加上现在的时间比较充足 所以我打算修改一下 我探头探脑找到了一支笔 又手指上书写 将原来缺少的简谱符号标准 又将一些错误的简谱符号 进行了修改 修改完毕之后 我又继续键盘敲击 一份五线谱一份简谱 宁涛又勾了勾手指 那张卫生纸呢 我缓缓从裤子口袋 掏出的那张卫生纸 经过口袋的蹂躏 显得更加褶皱 掏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些卫生纸的碎屑落在地下 宁涛看见那张纸 脸色顿时就不好看了大鹤的 我不是说过让你爱心吗 你怎么弄成这样 面对宁涛的大喊 我也不生气 因为曲谱本身就是我写的 相反我是欣慰的 因为这是一个艺术家 对顶级艺术的尊重 宁涛赶紧打开 他生怕有一点污气 当他看见许多音符都被修改 有的地方被画顿时毛管 指着我大喊道 你给劳资把你的经纪人叫来 就在这时 宋清晨走进了录音室 气喘吁吁 刘异老娘找了你半天 都不见你 你躲到这里来了 宁涛听见宋清晨叫我刘异 顿时愣住 他指着我满脸不相信 小宋你刚才叫他什么 宋清晨道 刘异啊 原本坐在椅子上的去书艺 这时候也忽然站了起来 他的目光像X射线一样 自上而下将我全身扫描一遍 然后情不自禁地轻轻摇头 物资在心中叹息 他原本以为刘异应该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叔 因为只有这般阅历 才能够做出这般曲子 他绝没有想到我竟然如此年轻 这是宁涛双眼盯着那手指上的曲谱 眼睛眨都不眨 心中暗响 原本这首曲谱却有一些地方显得粗糙 现在我将变化音连音添加的非常到位 并且有一些没有标记清楚的修纸符也标记了 宁涛看完大为感叹 这比第一份曲谱更加完美细腻流畅 又将这曲谱小心翼翼地递给了宋清晨 双手伸出紧紧握住我的手 刘小弟刚才真的是多有得罪 我也紧紧地握住宁涛的手 宁老师没什么得罪不得罪的 宋清晨不知所谓 茫然地看着宁涛 刚才怎么了 宁涛叹了一口气 我刚才我不知道这是刘小弟 我认为这是我的荣幸 宁涛以为大多数有才华的人都有傲气 所以他根本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竟然谦虚至极 他反而有一些不好意思 可是我刚才还说 你十年都做不出这首曲子 说完了之后 宁涛与宋清晨互相看了一眼 两人都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我回答道如果我是你 我也会这么认为的 而且这首曲子也只是我的运气好吧 其实我在心底暗道 还好我的记忆力不错 能把飘洋过海来看你记得八九不离十 宁涛激动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如果能够在背后夸奖我 那还是欣然接受的 过了十分钟之后 钢琴师吉他手已经就位 调音师也坐在了电脑面前 宁涛将五线谱放在了钢琴师和吉他手的面前 又将简谱交给了去书役 而去书役开始了第一遍的市场